大家好,我是彩虹 这样巨大个儿的松饼你有吃过吗? 松松软软,舀一口超满足 做法可是简单到家了,还不赶快学起来 首先准备120克低筋面粉 加入2克酵母 1克物铝泡打粉 25克白糖混合均匀 不能吃甜的,你可以用零卡糖来代替 先放一旁备用 再来准备3克抹茶粉 加入30克水,将抹茶粉化开 再打入一个净含量50克左右的鸡蛋 加入110克清水 充分搅拌均匀 然后倒入到混合好的面粉里 顺着一个方向多搅拌一会儿 最后搅拌成均匀细腻的面糊 盖好保鲜膜,醒发1小时左右 面糊像这样就发酵好了 表面全都是气泡 搅拌一会儿拍拍戏 不沾锅,五须刷油 直接倒入面糊 盖上盖子,开小火加热 大约煎5分钟左右 表面已经完全定型 按压饼面软软的 并能快速回弹 就说明熟透了 关火 然后在饼的一半位置上铺上蜜红豆 再将饼折叠起来 按压一会儿,让它定型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稍微晾凉,等不烫手了 再按自己喜欢的形状大小 分割成小块 就可以开始享用了 巨大根的松饼,看着就馋了 松松软软的,吃一口真的是超满足 浓郁的抹茶香气和甜甜的蜜豆 真的是绝配 吃上一口便停不下来了 做法简单 几乎是零食拜的美味推荐 朋友们一定要试试哦 美食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 拜拜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